詞曲 編曲 李宗盛 此為止 《能源使用的問題》 也是大家在談的這有關的 到底我們以後要不要費河 我就知道大家關心的議題 所以我就从能源的国际形势下 如何搭乘台湾的低碳 我是强调的是在 我们通常讲低碳的时候 就讲说怎么样来减量 第二个是讲什么 调数 尤其有关灾害的问题 那么这个是都涉及到 未来的永续发展 我仅仅就从这个减量方面 来提出一些我个人的看法 它的运厂量都集中在中东跟中美 那么这两个就是一个世界上 政治最不稳定的地区 那么所以我们就可以预料到 未来的话油价的上涨 跟它的供应的中断的风险 会不断地增加 那么现在我就很简单的 就是说我们现在能源大概最主要用的就是石油 或者天然气候煤炭 那么这样看起来 这亚洲地区的确是生产最多 但是尤其亚洲最近 从东北亚到四小龙 到中国大陆 到印度快速的阶级 经济阶级 也是变成世界上需求最多 成长最快的地区 那这个 那么现在也许大家就会关心的 这些能源是对一个国家 经济社会 这个非常重要 不可缺少 那么我们来看看 比如说世界各国的 这个制止能源来说的话 那这个像中国大陆可以将近九成 不把石油能在里面的话 我们的制止能源更低 这刚才也提到 那么我们 我刚才也讲了 比如说我最近根据美国 这个EIA的 这个 能源署的资讯 看到就是说 他们预估未来的能源价格 就是高石油价格的时代 那以后不可能再有低价格的石油 那么 另一方面我们就关心的 就是说到底现在 因为我们一直 这个对大量的 这个 有关能源的消耗 造成的这个二氧化碳的浓度的 而造成的一些 气货异端的现象 那么现在大概在2010年 已经达到389个ppm 那么快石的提升 这一点 是的确值得我们全世界的人来注意 上升的这个现象 这个大概从科学上 可以得到一个实证的证实 那么我们人类对温室气体的产生 大概目前 有70%左右 是来自于二氧化碳的原因 一个海岛 海平面的上升 那么对我们来讲是一个 将来会受害很大 那以预测 这的确是未来 要是这种情况没有 没有这个改变的话 那么台湾呢 大概80 70年后 80年后 可能会有将近 我们最精华的西部平原地区 可能有一半会在水里 很多人的研究 只要太平洋地区 这个赤道地区 只要海水温度增加1% 一度吸的时候 会增加 台风的话会增加15% 那么这个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就这几年来在台湾地区 或者是其他的很多的国家都已经感受到 这个灾害 尤其异端的极端 就是所谓Extreme Climatic Event 我们就说极端的异端气货的这个发生的频率 或者是他的这个强度的话 越来越提高 200亿金以上 那么这样再过来的话 IPCC对这个问题 他就说 那么全球为这个怎么样来制止这个气货 这个变迁所造成的灾害 那么能够使这个 我们是不是就对全球的这个温度上升的问题 要这个还有这个温暖气体的减量 一定要有一些全世界的这个大家共同来努力 那时候全球要减量减多少呢 就是要减85%到50%之间 那么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想象得到未来 就面对这种困难 走它的这个难度 那当然就有一般的国家 或者以往或者现在都说要来减碳 那么这个无碳能源是非常重要 那么就是再生能源 或者是这个核电 那么我们来看看 今天这个是一个 我根据或者是西班牙的吧 大概这个核能再加上这个再生能源 大概百分之38 那么我们目前国内的话 这个的确是比其他的国家会比较低 那么这里边大家关心的 就是说这个核能 这百分之17的这个 要是能够配比的话 要是把它拿掉的话 我们国内有没有办法来弥补过来 这个是 那么刚才沈市长他就提到一个 就是这个 除了节省电以外 还要我们以后要大量的来提升再生 大概都是持了家常安全以外 他们还是认为要继续来推动核能 那么至于这个德国 瑞士 意大利 就确定要支部要废核 那么日本的话 现在正在走在这个十字街头 他们曾经有一个月全国没有核电 那么不过大概最近 已经这个野岛的那个已经决定说 在这个关西的大岛 这个两部的大患 那个两部的这个核能机制找 我们这个马总统已经宣布 核一 核二 核三到齐 已经就不言议了 那么这个核四的话 就必须要以安全 国际这个来平坚安全的情况下 才会启动 的确是已经决定裁减了 减少了 百分比减少 那么但是问题啊 我来看看我们对世界上很多的经济学者 对我们非常发展 因为我们的确是自然说是自己说是一个宝岛 的确环境不错 要是从能以能源 或者是从其他的自然资源来讲 我们是一个极端缺乏的国家 能够有今天的反省是了不起 你来看一看台湾啊 要跟各位讲 我为什么特别标出这个燕的这个比重的话 就要告诉各位 我们台湾的能源的效率使用 的确在比起世界的国家 尤其我们晋升的对手国家 我们比较比较低 那就是说自己我们的确要生日去检讨 要改善 那么这个 大概99% 石油的话 集中在中东 将近80% 那么这个是对我们能源安全供应的 这个中断 还有价格的上升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其次就是天然煤气的话 我们今天购买的天然煤气 比美国比其他的欧洲的国家 我们要贵三倍到四倍以上 那这个我们 但是我们今天天然气 只要是来自于马来西亚 这个 还有这个 印度 化碳的比例 同样产生一个热能单位的时候 要是煤 产生二氧化碳100的时候 大概原油 用油的石油是62 这个天然煤气大概只有48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煤 阳赖煤 跟这个原油的话 你可以看到在天然煤气 我们对这个化石能源的异程度 高达91% 一块钱的时候 一块美金的时候 所需要的 用的油的话 那我们来看看 用这个 我们是 以这个 一万美金到十吨 你看看 日本只有一百吨 是我们的 这个 我们是日本的两点五倍 那跟其他的竞争国家来看的话 像 这个 我们以目前来看 的确是 给我们有两个信息 我们是一个外贸导向的国家 我们今天虽然不是 这个 那以现在目前 这个国际能源的情思来看的话 我们的确是 应该认知 因应能源安全 跟地球温暖化的这个必要 我前面大概就发了 将其供给跟使用的方法 应该要改善 尤其产业结构 跟我们的能源效率要提升 那第三个 我们发现 我们国内对于这个 能源节能减碳的技术的进步 一切都比较 还是比较落后 那么这个 但是这个要 我们知道这个要节能减碳 都比较遗扬的这个技术的 这个发展 那么但是技术发展里边呢 新的能 节能减碳的这个产品呢 通常会涉及到 这个价格的问题 那这个投资的问题 所以我们应该对一定也有适当的 这个能源价格 管到至少要17% 那么现在政府啊 我们已经大概已经最近的 这个马总统宣布说要提升到16% 那么其次就是核能有6% 那么这个能源消 这个导致最后两项 是一个非常重要 对台湾来讲呢 要是万一 我们这个能源的节约减量 能源结构没有办法的时候 那么我们有一招 就是这个CCS 就利用我们的地质资源 在台湾这个海峡 现在初步估计 大概在比较深的岩水层底下 可以来储存二氧发碳 我们可以用这个二氧发碳 从发电或者工业产生的二氧发碳 把它收集 然后储存 打到这个地底下 就储存 不让它排放到 这个在世界上 已经去年的这个 这个联合国的这个温暖气体大会里边 工作大会里边 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术 就是但是要花很多的钱 那么这个投资的话 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能源价格跟电力 海峡应该有150亿吨左右的这个储存的能量 那么在其次我就在用这个 这个话长期的话 应该是滑得来的 但是我们国内现在有一些机制 对这个问题 待会儿我会讲的 就是怎么样来这个 我们既然是一个这个 这个在国际上 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外贸导向的国家 我们国家对这个国际的 虽然没有办法直接参与谈判 但是我们现在因为 为了这个问题 我们也都有一些 跟这个能源税法到现在还没有通过 那么这个是 的确对我们未来的这个节能减碳 的确是有一些这个障碍 其次 那这个是有关 这个能源政策纲明的这个内容 那我就 就给各位知道 就是说还是就强调效力跟捷径跟稳定 那这个行政院也有一个架构 那么这些是就节能减碳的推动的 是由这个副院宅来召集相关的部会来指成的 那这个架构是在 其实 那么老师我要跟各位报告的 就是这一张 就是国家节能减碳总计划十大标端 35个标端团案跟35个标端计划 这个是在2010年3月已经经纪部报院以后正式核定的 那么我们看到那十项的工作 事实上就是今天在座的各位非常关心 也都从基础 这个从glass route 所以我们从基层来关心推动的一些方向 那下一张 那么我简单的讲 我们现在国家已经承诺的 这是我们的目标 就节能的目标 一定要达到这个提高能源 每年未来的八年 每年要提高两个percent的能源效力 那这个到了2015年 这个能源密集度一定要下降 那就是要提升能源效力 还有另外我们这个节能减碳的 这个减碳的量的话 到2016年到2020年 一定要回到2005年 那2025年回到20000年 各位知道我们这个要减这个量 大概现在的二氧化碳的减量 要减45% 的确这个是目标 是有一点高了 那么但是这个既然提出来了 那这个刚才我说过了 我们对外只承诺了30% 这个是我们省市长在所提出的这个一个 就这里边这个黄金十年的计划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就简单把它复列过去了 我倒是要强调的就是说 在这一章 就是去年11月我们新能源政策里边所提到的 就是一再强调了这个核能安全跟打造这个力量环境 直布迈向回合家园 那么这个是 那么其实再过去 再生能源一定要提升 那么但是我们产业结构里边也要改变 那么这里边就是说我们绿色的 今天在巴西里耶日内卢 在正在开会的 刚刚李副总统所提到的 就是说今年的主题 就Green Economy Green Economy的里边当然就是说 从我们一个工业化的国家 最重要的就是说 要怎么样来这个从制造业 对这个绿能的产业要怎么能够提升 那我们自己已经定乎要强调的这一点 因为我们今天你要这个节能减碳 对我刚刚讲的家庭 或者是企业也好 你要它一定要转提升 减碳的这个效率的话 一定要投资 一定要投资 或者是把它的家电产品 或者汽车改换成这个 这个低碳汽车 那么这些都要投资 那你要是没有一个建立一个市场的机制 给它来奖励的时候 大家就不会做 那么这个 所以这个我觉得市场的这个incentive 我们叫做economic incentive 的这个 这一点呢 是的确在我们国内比较被忽略掉 下一条 就是说再生能源 节约能源 绿色交通 绿色建筑 绿色 环境立化 资源 循环利用 低碳生活 低碳教育 这个八个面向 那么这个八个面向 我在这边呢 就是说 的确我非常的感谢在座的各位 就从不同的这个单位 这个不同的来切入来协制我们 做这个工作 而且这个已经多有相当的成果跟进展 那台湾 为什么日本 这可以现在号称世界上能源的先进果 而减量最好 那我是从他日本的环境研究学院的 这个low carbon society的建议里面 他们提出了一个就是说 你要透过高能源使用效率的产品 然后政策跟金融方面 相互资源来建立一个低碳的生活的实践 永续生活的实践 那么这个的确是在 我是一直感触到 你要是没有直够的这个economic incentive 比如说大家今天都讲了LED是效率最高的 那么但是因为政府要是能够从这个建立一个机制 从减税或者是补贴或者是这其他的奖励来这个 那么就可以来支持这个有关的这个民众会来使用 还有民众充分的资讯什么是最节能的 那其实再过来的话 这个我们这个家庭的建设的 在使用里边家电以外 绿色建设也是非常重要 那么他就说像这种都是要花钱 看法给各位 为今天跟明天的探讨